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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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燈有一位 在舞台上面或在電視上面 說話的主持人 或者是很會說話的人 他們在學校 應該都是演講比賽啦 或者是在學校 很會滔滔講話的人 其實不一定 包括我在內 其實小的時候 我們都是很害羞 這講得有點好笑 真的嗎 真的 其實有的時候 烏龜跟兔子賽跑 到底誰能先到終點呢 這就是說話的一大藝術 很多人說話是後天練的 也有很多人說話 是因為他心有所感 今天我要介紹的這三位 尤其這一位 劉寶傑先生 劉寶傑 你怎麼說 為什麼你說話 我們聽起來就這麼厲害呢 她出了一本書 她要告訴我 她其實小的時候 是有點缺陷的對我說話 另外一位呢 她說她小的時候 其實得過男女症 你相信嗎 今天這三位 其實她們寫都很厲害 說怎麼會說得更厲害呢 讓我們來歡迎 劉寶傑 謝哲青 謝哲青 男女症 嗨 男女症小姐 來 謝哲青先生 男女症啦 是啊 怎麼可能呢 男女症是有學習障礙 你有學習障礙 那我們根本就沒學習了 來...請坐 劉寶傑 你會不會做得不習慣 我要站的嗎 我們演藝術有關 我們要用站的來講好不好 對 用站的來講 比較能夠讓人家聽清楚 因為這位是很張牙舞爪的 只要站起來這樣 張牙舞爪的味道才會出得來 小燕之夜是比較溫馨的 那就不能這樣講 對 沒錯 來...好 其實因為今天我們在研究一下 這個謝哲青當然跟劉寶傑的 關係很密切 是 沒有錯 所以故意把我隔在中間 因為你是障眼毛 你是障眼毛 你是障眼毛 對...妨礙了什麼事嗎 對...因為哲青能夠到電視上 應該是因為劉寶傑 第一個上節目是我這邊吧 是的 應該說是寶傑哥發覺我 在電視圈 對 是真的... 因為之前我只上過一個節目 是中天的 叫台北紅樓夢 這什麼節目 上過一次而已 上過一次而已 那節目也沒有了 對 沒有了... 後來...後來是有一次 在關鍵時刻他們要談南極... 結果後來他們就找說 有去過南極的人 結果他們到處去問 輾轉問到我 隔天要談四母峰 那我1997年去爬過四母峰 就連續唱 後來連續兩個禮拜 後來寶傑哥跟我講說 如果有興趣的話 不嫌棄的話 有空多來做一做 對 我們節目有個好處 我們節目上字幕 上字幕 所以妳就在一開始的時候 講得慢一點 不清楚一點 沒有關係 妳上字幕可以慢慢開始出來 可是妳那個厚度就沒有辦法 我跟寶傑吃飯的時候一直講說 妳那個年輕人 妳們那個老的太多了 年輕人又會講 相貌又好 妳多用它幾次 對啊... 他講很久還你知道 電視圈少一點這種聞味 就是聞青的那種味道 可是聞青的那種味道 又不會太聞粥粥 我覺得剛好 那他又很怪 你知道嗎 他又去學... 對 對 他人骨頭還可以講出 那個有趣的東西 那真的就是我們節目需要的 其實寶傑啊 我雖然跟你還滿熟的 有種熟是因為看電視的時候 有種熟是私下演字的時候 但是這個熟是一直到 我看到你這本書 我才知道說 我還有很多真的不知道你的 2000年你還長過腫瘤啊 你還是個駝背啊 駝背很嚴重啊 乃姓就知道啦 乃姓... 這最最就厲害了 你知道他頭背啊 對 乃姓沒跳 我就說 要排排 停起來... 寶傑 她那個還滿嚴重的 因為脊椎神經 其實是開不好 是有可能癱瘓的 我大概應該是這樣講 我是2000年開刀啦 可是這個腫瘤 應該是往前再推9年 30歲的時候 脊椎長個腫瘤 腳要麻了 背要駝了 人生的命運 真的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當然先要開刀好 要開刀 而且我那時候開刀完 就滿有趣的 我的醫生看到我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很急嘛 就是我其實在看診的時候已經 我的右腳只能舉10公分 後來我的... 我的那個醫生看到我的時候 所以你的右腳只能這樣 不是 應該那樣 我那時候走路有點這樣拖著走 有點這樣拖著走 你像看壁雕有沒有 壁雕就那樣拖著壁雕 有點像壁雕 真的像壁雕 而且還有臉抱一樣 對 壁雕可以當主持 真的壁雕 後來我去... 張友華前傳這樣 然後我還真的 我去看診的時候 你也說你很嚴重了 他叫我走一走 其實我一點 你看 他就說我一個動作叫 叫我閉著眼睛這樣站 你這樣看 那我就這樣一直晃... 晃得很嚴重 閉著眼睛 站著 會晃啊 晃得很嚴重 他一說... 他看這個東西就說你完了 你的神經一定受損 而且受很嚴重的 你站起來閉著眼睛 不會嘛 一般人都不會嘛 不會 難癒症的 對啊 一般不會 對 一般不會喔 不會... 所以各位再對這個 他那一前面站起來 來指示一下 你晃得厲害的話 就是神經受損 對 他應該有壓迫 他平衡大概都出問題了 我的平衡整個出問題 後來我沒有什麼選擇啦 那個拿掉的時候 並沒有傷到你其他人 你So lucky 是這樣子 就是說神經恢復是不可能百分之百 他就像一個水管一樣 你已經壓扁了 他不可能完全太會原來的樣子 所以你的那個神經受什麼 就是你只能靠... 所以為什麼我現在要運動啊 而且要做很多事就是 我要讓我的那個神經的那個導 就是讓你恢復真的 對...不然的話 我現在走路可能都還是會撲啊 然後可能會... 還是會拖得很嚴重啊 都還是會啊 他說人啊 其實 所以寶傑如果不是開那個刀 他現在就不是戰的主持 他怎麼可能還要更眼淺呢 對不對 所以開完這個刀 對你的人生來講 真是一大轉變啦 其實 確實是一大轉變 在我記得時間上 應該寶傑那個時候看到 乃晶啊 什麼... 立文啊 立文什麼 他們都是...唐湘龍啊 唐湘龍啊 都是屬於這個... 這個新聞界很有名的人 在電視上刮刮掌 你知道那差多少錢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在中晚 我記得很清楚 我就賺七萬塊 其實我能賺七萬塊已經夠了 我覺得已經OK了 很好啊 中晚在七萬塊 然後我每個月在幫幫忙寫稿 那再去自己賺一點外塊 一個月大概也可以賺個十萬塊 我就覺得我的人生其實很OK 你知道嗎 而且中晚只要賺半天就好了 後來你知道 那時候 你知道唐湘龍跟陳立宏 兩個是學長學弟 你怎麼知道 你知道唐湘龍他就這樣 你知道他賺這個賺那個 他一個月賺三十六萬 你知道他那個表情 你知道 一個月賺三十六萬 你知道嗎 會消音吧 不會...這沒事吧 因為你覺得那時候 跟你沒有關係 因為你也沒有機會上節目 因為湘龍那時候 上顛覆新聞嘛 那立宏那時候也有上嘛 可是因為我們一般 比如說我們那時候 跑明明上去 其實沒有什麼上電視的機會 其實沒有的 顛覆新聞還是李彥秋 現為葉總的前生耶 對... 那個時候你還在哪裡啊 你那時候還在外國 你還在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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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從記者這一行 慢慢慢慢轉到說話 只是腦子不從手出來 腦子的東西 心裡的東西從嘴出來 但是這個還是有差別對不對 我記得有一次 對我上周一扣的節目 我要幫我們講 因為我們在寫文章 喜歡隱君據點 我忘了不知道 我講了一個什麼東西 我大概講了一個 劉備講 張良 他三個那種 運籌微臥這些 我就講 我就看到那所有人都臉都綠了 因為你這樣講太拗口了 你知道嗎 就是你在寫文章 跟你的那個文字的表達 跟你那個說的東西 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而且你還說的 所以有些名嘴很喜歡 講隱君據點 蘇格拉底說 可是那也只能一句啊 就是來... 你的節奏 你的什麼都其實 就不對了 對...其實這要花很多功夫的 你的...在電視的節奏 跟寫字的節奏 而且我覺得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就是 因為我們當記者太久了 所以常常就會有那種 記者魂會跑出來 然後就覺得 你要比較嚴謹啊 要比較什麼 那可是就電視來講 這個效果是不夠的 所以我覺得寶傑後來 其實電視上的效果是很重要的 對 大家一定沒有看過寶傑 在當記者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張照片非常的傳神 就知道記者在幹什麼 你在幹嘛 對...這裡有一張照片喔 前面都是要被訪問的人 記者 你看了 寶傑在哪裡嗎 偷偷躲在後面嗎 後面那個黑影就是他 那個時候他還是主席吧 是 那個主席人是民進黨主席 這1997年 1997年 後面那個黑影人喔 你們看那個臉黑黑的 對啦 他叫做寶傑 這個 我跟你講 記者就是要讓你完全不知道 他在那裡聽 對不對 不是 當然是 希望他能夠不... 不注重我們的存在 然後我們就偷偷在旁邊 對 他最好不注意你們的存在 對不對 你知道這拍的地方 在金大中的家裡面 我想在台灣的記者裡面 能夠到金大中的家裡面的 金大中喔 金大中... 那是韓國的... 1997的韓國大選 那時候根本的 蔡煌狼不是看起來很年輕啊 對 你看 我告訴你喔 立委很懂得站盡頭 就是站當中 對... 有沒有道理 這就是記者跟立委不太一樣 有道理 記者就躲遠一點 立委就要站當中 而且還在陰影裡面 對 我們在陰影底下 在陰影底下 我常常覺得我跟乃菁 我們都是當記者 最幸運的一代 我們一出來的時候呢 剛好碰到黨禁 報禁 全部都解放 然後開始國會全面改選 然後開始沈市長民選 然後開始總統直選 那我們大概... 我跑了三... 三次到四次中大選 對 然後到政權人權 我覺得我們這一代就是 一個很幸福的記者年代 就是你在台灣發生的 這種大小的事情啊 你可以想像那種最激烈的 主流非主流的鬥爭啊 然後所有的那種 我覺得乃菁都經歷過 都經歷過 而且我們現在最珍貴 就是老的電話簿 你知道嗎 就覺得... 你知道我有個... 千古風流人火都是...都過世 有一個很有名的影劇 叫王祖秀 你知道 他有一個很早很早 藝人的電話 那個... 就那一個本... 對啊 這很過癮啊 真的很過癮 對不對 你有一個政治史 你們有一個政治史 對不對 很多不在了是不是 乃菁康跟人家 因為是其實我們... 我們就是在側邊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是側翼 他們跑國民黨 那真是精采 就我們都在廟堂之上啊 跑鬥爭 他們都在街頭啊 對啊 跑運動對不對 躲在後面啊 躲在後面對不對 完全不一樣 被噴水... 你有被噴水過嗎 你有被噴過嗎 我們其實...你知道就是說 你看我現在這樣穿對不對 我以前當記者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穿過西裝 我沒有打過領帶 當我們跑民黨的記者 都是穿個牛仔褲 但是你也是 那個時候腳 是有一點點跑不動的對不對 對... 其實我跑最嚴重沒有辦法 是在1999年那時候 成本要選舉 就是說你那時候 跟他全身跑的時候 最可怕是什麼你知道嗎 從總的隨乎都是小跑步 對 然後你比如說 他一下車的時候 我有一天這樣子 沒有車了你知道 因為他行程非常改 沒有辦法就計程車 就是拉著就跟著 那些真的錢花得很可怕 可是那時候你沒有想到耶 就是我覺得我在跑的時候 然後我沒有不太想到 知道自己腳有問題 可是一直沒想到這件事 我是跑完總統大選 其實是那個總統旁邊一個幕僚 叫... 總統旁邊一個幕僚 他就看著我說 你要不要去檢查 你這不行 我說我如果檢查我就... 所以這個幕僚算是救了你 對不對 他還在嘛 對...他現在已經退隱將務 退隱將務 退隱將務了 他就安排我去做檢查 然後我就是很快 就是找到一個非常好的醫生 而且如果說是在選舉的時候 突然這樣子爆開來的話 因為大家都在忙 我覺得可能也不是太多人 會注意喔 沒有...自己都不會注意喔 你每天只要想... 因為那個隨後一直想 這個記者很重要 怎麼他老跑比較慢 因為那種壓力很大 你沒有想那麼多 可是你等到整個選完以後 才去處理這件事情 就我運氣還是算很好了... 所以電視機前面 觀眾朋友一定想不到 站在電視機前面每天 從皇帝說到... 對 從這個... 從外太公說到內子公 皇帝說到陰帝 是陰陽的帝喔 好 他是...結果他是這樣的人 然後從來你也沒有想到說 他在說話或是像澤青 男女陣 你怎麼可能是會有男女陣 就是讀書有障礙的人 你書這麼...他又要搬家了 是為什麼 因為他家書太多 我剛剛就用我的經驗在跟他說 如果三個月 你都不會翻到的那本書 你就可以把它擺在倉庫 當然我不是這麼多書 我是衣服 三個月你穿不到那樣 你就可以修了 你就可以修了 有...因為那個... 男女陣其實是學習障礙的一種 我最小以前的時候 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讀書 我就認字 認完字之後 換另外一本書 同樣的字 我就不認得了 這也假的啦 對 閱讀障礙嘛 這是閱讀障礙的一種 對 沒有閱讀障礙 對...然後後來就是... 早告訴你 你就不找他了 對啊 早說好不好 我騙了 後來就是... 後來就是發現就是 東西我看到的字我認得 可是我後來也說不出來 因為像什麼 像每一個人學英文跟學日文 學了之後 沒有久沒有用都忘記 可是這個病發生在我身上 是我會忘記郭語怎麼講 就是我不常講話 我就會忘記怎麼說話 這是最特別的地方 你真的沒有跟劉寶傑講 他怎麼敢找你上節目 上著...他就忘了 他騙我 西馬來的 他跟我說 他會講 中文 英文 日文 義大利文 阿拉伯文 還有一些古文 對 那是真的 因為我以前念書 都被認為是笨 反應慢 後來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們上行音譯 因為念國文嘛 然後行音譯沒有 你怎麼考得上大學呢 對... 因為我記得... 後來我記得住東西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說 所以我就沒有朋友嘛 覺得很難交朋友 後來我記得我上大學 第一堂課喔 然後老師觀察我 第一天來他覺得這個學生 一個禮拜他跟我講說 你有語言髒 你是不是有學習髒 他很委婉的跟我講 這個老師很棒喔 對 後來他就介紹我去高雄醫學 那時候還在高雄醫學院 現在在高雄醫學大學 去語言那個治療科 然後要矯正了一年 然後後來他矯正... 他矯正完的時候 他說我現在每天都要做 一樣的事情 其實跟寶貝哥每天跑步一樣 我每天要念書 要朗誦 要念出聲音來 我每天都要念 要念一個小時 念一個小時 對...如果我沒有念的話 我今天講話就會不順 真的嗎 對...然後以前寶貝哥 那時候我去上關鍵的時候 很好笑 他就明明就說 我去訓練你好好的 結果為什麼你出去 一個禮拜回來 我從來沒上過電視的一模一樣 會這樣嗎 我講過他 我說你怎麼回去以後 因為他每天這樣保持住了以後 他就會順 然後他如果隔了一個禮拜 就是帶團啊 因為他帶團還是... 他非常喜歡去旅遊 回來後他就開始卡 他就會...就會卡住 所以你雖然上字幕 但只要有字出來吧 因為我沒字我也沒有要上字幕 他就卡住就這樣 然後就...就會慢 但是他還是會講 就是你可以知道說 他的底蘊非常厚... 他的底蘊非常厚 但是他就是要花時間去Wong Up 但是也還好就是說 他大概就花個前半場 下半場就好了 小燕姐 我們今天的節目是慈善節目 沒有... 沒有 今天這個節目就是告訴你 你要用一個人的時候 你知道嗎 其實他們在訓練說話當中 都有從廣播開始 對 寶貞也做過廣播節目 當然他第一天去的時候 探氣 人家覺得這是一個探氣的主持人 你為什麼要探氣呢 沒有 你知道 我每次講 然後乃琦他們做主持嘛 看很多人主持嘛 然後像陳輝文不是自己 關了以後可以講一個多鐘頭嗎 他不准人家進去啊 你說講話有什麼難的嗎 對我們來講 而且我們上人家廣播節目 就是好像很流暢對不對 後來有一天幫我幹嘛 他就說你不要流暢 就是第一天的時候好像... 我好像第一天上 沒有什麼敲的來賓 我想說簡單吧 留個十分鐘 十五分鐘給自己 我講到五分鐘 結果我們把話都講完了 那怎麼辦呢 時間不能停啊 你不能停 就說我們... 比如說我們做電視可以說 停 然後我們要準備資料重來 或者是我覺得不好 我可以重來 廣播是直接就不能停了 然後我就覺得 一直講... 講到自己已經沒力氣了 然後就... 我就拍一口戲 然後這口戲很可怕 所有人都聽到 因為我所有朋友都知道 今天劉寶貞也要主持 第一次節目大家來看 所以大家來聽 然後所以大家就更說 你的第一集怎麼在探氣 你知道那個... 你會發現突然覺得 其實我覺得在電視前面 你的感覺 在廣播前面 你的時間感跟在外面 感覺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你在講五分鐘 你會覺得像五個小時一樣 好長... 好長... 因為我還記得寶貞那天出來之後 後來我們朋友碰面 他就覺得 他覺得要準備到這麼多的東西 其實我也還滿難想像的 我覺得他也比較求好心切啦 他是處女座 對 他比較求好心切 求好心切 對 哲青第一次做廣播也 對啊 然後我記得我 那時候我們去在飛碟嘛 然後後來出來之後 後來第一個禮拜 我就問小燕姐說怎麼樣 年輕人會進步沒有 好勵志喔 很勵志的節目對不對 我說年輕人會... 你慢慢就抓到那個節奏感 對啊 那我記得我第一天講 很沮喪 那我沮喪的是那種 大概從那個 什麼都知道 那是全國的... 全國都聽了這些聲音 壓力很大 然後後來... 後來就是包括了寶傑哥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還在上關鍵 然後我去找寶傑哥 寶傑哥就講說 你知道 妳知道 然後後來小燕姐跟我講說 妳要當作人去跟人家聊天 妳是來這邊練習說話跟聊天 還有問問題的 所以我是靠這樣 慢慢掌握講話的節奏 對 因為其實 在電台講話也好 其實是有人 覺得他是在聽你講話 就是說你不要是完全 認為是自己的 不過在劉寶傑 開始做節目的時候啊 大家一定沒有辦法想像 其實他自認為自己的 他自認為自己是不會說話的 他不會說話 不過寶傑很有... 實在的啦 寶傑主持之前 我們也不知道他會主持 不是... 不是 妳覺得 全世界都這麼覺得嗎 不是 她都會覺得啊 憑良心講喔 到全世界都覺得妳不會這樣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看到下午 妳下午在節目的時候 我還跟我的朋友講 我說我覺得他還不錯 行嘛 對不對 行 行很好喔 第二 他講話 慢條絲理的 沒有壓迫感 但是他講話是有內容的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有些人聲音很大 但是沒有內容啊 怎麼搞的啊 妳知道怎麼搞的啊 想怎麼回去呢 不好痛啊... 不好痛 對 我記得有一次 我以前大概非常早 以前1994年在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們跟真相合作 我錄一個兩分半的 要先預錄 那個就像黑洞一樣 兩分鐘他錄了四十五分鐘 對 我錄了四十五分鐘 不是只有我啊 曾經來也錄了四十五分鐘 我覺得那天的攝影師 應該覺得好倒楣啊 你知道這不是只有我啊 大家每個人 只要看到那個鏡頭 你知道大家就完全沒有那個 然後你知道我後來... 後來那個在跟乃姓他們的時候 你看乃姓他們就會 看鏡頭啊 還有表情啊 我都沒有辦法 我就很認真這樣子 然後就...然後看主持人 你只要看我舊帶就這樣 我一定是這個表情 然後講完就好了 因為我只要一看鏡頭 我就想多 我就...我就完全沒有辦法去思考 可是你想啊 一個人其實真的是 我覺得經驗是很重要 磨練也是很重要 但今天來講 寶傑站在那個地方的上 你是耳朵還要戴的耳機對不對 腦筋要想得後面的 前面有排過 然後你自己還要再講... 然後看圖 看這個 要點 我最怕點東西 好 點東西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要點不出來 又不知道 要開始... 常常不能Cue你 其實你已經罵想嘛 那個螢幕也砸掉 然後錄影的時候 都是你情緒最壞的時候 是不是 點東西 而且後來它是道具也有 而且其實主持人 那天我們阿蜜亞來 我們就在講說 我們到底是性子急的 還是性子慢的 我們其實不能太慢 因為我們要想在 你們講話的前面 後面要講什麼 你懂不懂 就是說一心其實要素用 所以現在要先準備 其實以前 其實這點我有跟乃菁學的 就是做火線雙腳的時候 乃菁都是做結尾的 其實我現在做這個結尾 我這種程度是跟乃菁學的 就是說你看我喜歡在... 大家都講完以後 然後大海回來就點一下 其實我覺得那個時候 在火線的時候 那個點很好 我要抗一下 沒有結尾... 只有的時候 沒有結尾 你去看12點多了 哪有結尾 每次人家在講話當中 人家要講到那個外太空 就沒有了 沒有... 沒有 那個... 因為後面那個... 時間不夠對不對 對 每次都講 那個動物啊 其實是兩隻腳啊 那個是... 是什麼 沒有 燈... 等...新聞就出來了 對 那你什麼時候開竅的 開竅就慢慢來 開竅不會一天開竅啊 就開竅這種東西 就是你要花很多... 其實關鍵時候是 一個4月1號 2000名... 魚人節開播的 魚人節開播 就那天的時候 其實開播這個有一點是 鼠中無大將料花座的先鋒 因為那個時候 整個天才就很糟 可是大家也覺得說 東昇也不能沒有自己的節目 好 我就好玩去去 好 你想想看嘛 為什麼11點 因為11點最... 收視最糟嘛 我還記得最好玩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 我第一次有收視出來 0.4 0.4的時候 然後公司就很開心 那個時候你知道 然後0.4 0.4公司 就很好啊 現在也很好啊 對 但是我們在新聞台不好 因為新聞台基本上 它有一個底 它有一個底 因為新聞台裡面 都有一個底 然後之後就說 當然後面是0.4 0.2 0.2 就是說 後來就覺得 我覺得那真是廖畫座先鋒 就是你就頂著吧 那頂著的時候那怎麼辦呢 那時候有鄭弘儀啊 又有二一啊 什麼大節目 我們根本插不上手 談正論 你平門要談 怎麼辦呢 射弓箭 就找弓箭的來 然後像找哲星談這種歷史啊 歷史啊 爬山啊 山難啊 反正找過鱷魚 眼鏡蛇 眼鏡蛇 還摸過蛇 反正你知道要我做什麼都會蛇 其實你叫我爬 我大概也有爬 反正你要我幹嘛 我就幹嘛 反正那時候 已經沒有什麼選擇 就是說 你要把這個節目做下去 要做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我們那時候很好玩啊 其實那個時候是很好玩的時候 對 那個時候人家講 他從古董講到外太空外星人 人家講他是外星人節目 他也... 我覺得寶貞那個時候也沒有... 我就是講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其實還有一點很重要的 就是說 在很多的這個電視圈 演藝圈 人家說機會真的很重要 通常我們都會說 機會給一個準備好的人 其實也給一個 還尚未準備好的人 他可以邊學 邊練 邊準備 不是 妳說我們都講藍海嘛 其實那時候就是藍海策略啦 反正我就跟大家 大家做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也沒什麼太大壓力的時候 就可以有很多事的空間 也還不錯 而且說實在 就是大家久了以後 政治立場都差不多 然後就是這群人 然後大概講的也都是差不多 同樣的一些事情 那有的時候 觀眾也是想換換口味啊 還滿有趣的 盜目 對不對 盜目 對 他那時候講那個盜目 你知道 我做這個節目 我才知道說有些... 你知道 我以前跑政治吧 我跑公務工程 其實對公務工程 對政治我很熟 當然歷史我以前是 興趣我也從來 我也從來沒有想過 我也從來沒有想過 外星人會有人聽 也沒想過山難這些很... 大家都很愛聽耶 我真的沒想到... 我在做第一次的時候 我介意很清楚 第一次在做那個外星人 那是在2007年的7月4號 其實很多人做過外星人 都沒有人聽耶 我必須要講說 不是你做外星人就會有人聽 還是你會做外星人 人家才會聽 所以我講這是重點 對... 因為外星人也說過 人家山難也說過 鬼也說過 人也說過 對 但沒有在新聞台裡面這樣做 對不對 這個有...還是... 沒有趣 我真的把他當新聞做 因為我覺得那是2007年的7月4號 是羅斯維爾事件的60週年 對 然後那時候很妙的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 你知道電視台喔 新聞台到了暑假 他的收視會亂掉 就是你平常的收視習慣 跟暑假收視習慣是不一樣的 然後那時候突然收視不對了 他跟報告開始 他有一天我們製作人說 我們今天談羅斯維爾事件 我從來沒有碰外星人 我是天暑假的 我不能碰人 會天打雷劈的 結果... 你說真的嗎 真的 你知道那時候講外星人 外星人 什麼外星人 他不是講羅斯維爾事件 我說什麼是羅斯維爾事件 他就把報紙給我看 說今天是60週年 真的有這東西嗎 他就把當時的報紙拿給我看 而且坐下來就... 我們也不知道嘛 那許浩平就早來啦 周健早來啦 早來一堆人來 我以為他們在講真的假的 我第一次給他講真的 我第一次被唬得一愣愣的 真的嗎 真的這樣嗎 我也是一個... 然後後來 第二天說這很好 最記得每一次他講瑪雅啦 世界末日啦 太空傳啦 我說 他說 周寶傑 日子已經不好過 你不要再嚇我吧 不好 瑪雅講得好像真的要這樣 我是不是需要準備一下 我覺得寶傑講外星人 有一個巔峰之作 就是他... 我覺得寶傑講外星人 有一個巔峰之作 就是他在訪問朱立倫的時候 外星人跟朱立倫 對 他訪問朱立倫 他在問問覺得非常的無聊 他就問朱立倫說 你相信有外星人嗎 我看 是不是 外星人要問朱立倫 那是一定要問 因為我當時就是好玩嘛 像哲青 你一定覺得說 當特別來賓去導遊 其實都跟說話有關 只是到後來 你自己再去主持節目 你發現這真的兩回事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主持節目裡面 我有三個貴人 三個貴人是 就是三個教我怎麼說話的人 那按照我們認識的順序 第一個當然是寶傑哥 其實我主持所有的節目 我第一個去問意見的 就是寶傑哥 然後他要告訴我說 這個節目你要怎麼定調 然後怎麼樣為自己 打造自己的形象 螢幕形象 媒體形象 然後應該用什麼樣的節奏 那第一個當然就小燕姐嘛 就是你告訴我 要怎麼做啊 這是說話的語氣跟態度 其實第三個人 可能大家想不出來 第三個是何篤林 是篤林哥 對...對 篤林是他的好朋友 對 那篤林哥他其實 他是很懂人情世故的人 當然飛著電台 包括徐森芳 森芳姐 他其實教我非常多這樣 但是後來發現就是 像主持節目的時候 像我現在我的節目冷 有來賓來 我一定是... 一定會跟他們見面 見完面之後 我會跟他們聊 今天要講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他們要走的時候 我會到電梯門口去送他們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做 我是跟寶傑哥學的 我記得我第一次上... 我第一次上寶傑哥節目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我們是NOBODY嘛 我們就一個人來 然後來了之後 他要仔細問清楚 你到底懂什麼 對...他要蹭過你的精量 他要輾過你的份量 然後輾過之後他就知道說 這個問題大概你可以做主角 還是你是龍套 還是你是... 還是你是那個... 你是搭聲 搭腔的 搭腔的 對... 這樣就這樣 然後確定下來之後 然後每一個人走 我記得那時候他就送到電梯口 跟我們說再見 然後他才離開 他可能是要去上廁所 這樣 這樣子上了好多年也不容易 對... 現在很像 對啊... 那其實他在講說 其實說故事很重要 有圖 有真相 這個在說故事 千言萬語不如一張圖 那有的時候 你故事說得好 大家就聽得下去 然後你怎麼開頭 怎麼引 但是看重要一點 在他書裡面說到 有的時候不說話 少說一句 可能比你說很多句更有用 這個例子啊 前兩天我真的是得到了 傳奇的這個... 傳奇 其實六個字比什麼字都好 我還好 你保重 好 對不對 那王菲說這個圓盡了 我們夫妻圓盡到至今 我還好 你保重 這六個字 聽得很心酸 應該不是...應該不是我很好 也不是我...我怎麼樣 我還好 其實是不好當中 但你不用擔心 是我很好 那以後的日子 你保重你好 我弟弟呢 很心酸 而且很無奈 而且也都能接受 而且都覺得不要再問了 這好像言盡於此齁 您講的這六個字 我還以為您要說這個 這不是官說 什麼事官說 這實話就多了 你看 我之前那時候寶傑哥就家裡出... 就是家裡...就是家裡的事嘛 然後後來那時候我去看寶傑哥 把寶傑哥也是講這一句話 那其實那是今年夏天的事情 然後我說還好我們大家都大人 對 我覺得後來其實非常顯示性 我們講 我覺得乃京應該是這個 其實所有的政治人都覺得 他今天所有的狀況 都這個話說得不清楚 其實所有政治人都是事情沒做好 可是他們都認為他自己話沒說好 對 那所有你不敢從以前的陳水扁 到現在的馬英九 就是我覺得問題來是說 你今天大家...你知道 你今天就說 你知道好像我... 你沒有聽我講 我要被你講給你聽 是不是講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不講還好 你不講話的時候 別人還不知道怎麼打你 你一講話開始抓人與命 就忽然這樣打上來了 其實我覺得有的時候就是 當你碰到狀況的時候 你不如先退一下 你不要直接從來去 我要解釋什麼的 不是嘛 我覺得這個社會人大家都很聰明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就你剛剛講 王菲跟他先生之間試一次 你說這個社會人難道看得不清楚 我覺得有的時候很... 看網友很妙 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耶 我是看那上面的留言說 他們兩個 原來那個男的花女的這麼多錢 原來這個女的這樣 就其實他都清楚嘛 你不用講嘛 每人都知道了 組織的時候 他因為是處女座 所以聽說呢 就常常我也看過哈新聞 人家講這個 某一個 一哥他開創了一個節目 他在錄影的時候 常常你講話他就卡卡卡 有這樣子嗎 不多啦 但我想承認當然也會有 可是我覺得那個是為了 就是... 我覺得應該這樣子 我今天這個節目做出去了以後 當然我要對我觀眾負責任嘛 我對觀眾負責任 當然我就要把最好的部分說出去 那其實有的時候比如說 這樣哲青來他們都很清楚 絕對是你們的東西 就你們講的東西 絕對是你們的東西 我不會說今天是黑的 我要你講成白的 或是今天不是這個回事 你要成... 你們如果哲青不相信我外星人 我逼著你就一定要講外星人 你不講外星人 我這節目做下去 對 其實這是不可以 這就不可以 可是呢 可是你的順序 比如說我覺得我們的專長 就是我們在順序上 我們在話語上面 我們在節奏上 觀眾朋友 這是我們的專長 可是你知道有人會譬如說 他的節奏一開始 因為現在競爭太激烈了 你知道只要節奏不對 觀眾就跑了 而且我們也要希望說 我也不希望你們太多的廢話 所以有的觀眾 比如說一講一講 我們一開始講好 已經是這樣進來了 你就開始話說 從頭什麼的 不對 你那個節奏 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咔 從來還 你們能講得更精準一點 對 真的喔 你會常喊咔 沒有 不多啦 不多 他有時候就是 不多 就是我還好 沒有 他原因打斷 那也許寶姨剛要講 就是因為就是 吊書袋 賣弄的時候 不是說話就是 你講一對的時候 結果後來就是 就是其實講漂亮的話 其實也是講 誰最常被喊 對 這個就是太滅了 這比較有... 這比較重要 沒有 其實人家講寶傑 其實我自己在聽人家講的時候 我就在想 其實我做主持人的時候 其實我的剪接也是在腦袋裡頭 對不對 你們有發現說 當小朋友跟你們在談的時候 其實到了這裡 我就是一個大師傅 我們常常講我們是大師傅 其實菜真的要好 不新鮮的豆腐 對不起 我不是說你是豆腐人 不新鮮的豆腐 不新鮮的肉 豬肉絕對炒不出好的麻辣豆腐 它一定要是好的材料 然後就看你怎麼炒 那你要把它變成甜豆腐就很奇怪 你要變成麻辣豆腐 那辣度跟什麼 就是看你自己要呈現出來是什麼 而且我不像我剛剛講說 不是 滿好事 你突擊別人 誰是這樣突擊 我都知道 其實剛剛講說 我覺得本來他像做菜 他也像演戲 就算他覺得說 正正的節目跟戲有什麼不一樣 不 其實只要觀眾在看任何事的時候 他就這種看戲的感覺 的眼光去看所有的事情 我那時候最記得是 那時候... 我跟吳東那時候還滿好的 因為吳東在上我們節目 他有一天呢 他就來我節目 他說很好玩 他說他去南部 他南部呢 那南部的人就跟他講說 你喔 叫輝文喔 不要再做了啦 輝文... 叫說他說 然後就講說那個洪怡 好人 然後講一講 就說輝文不要再做了 因為輝文每次大話 都是在扮演一個反派啦 反派的角色 戳人家角色什麼的 其實我覺得錯了 大話是因為有輝文 才有那個最大的巔峰 那是後話 但是聽他講很好玩就說 原來觀眾是這樣看喔 他每個人都有角色的 每個人是有... 每個人有角色 每個人有劇情 你有黑白臉的 你有紅臉的 你有花臉的 觀眾就已經把你定位了 然後後來講 那吳郭東就問那個人說 我呢 你說他是紅臉的 他是白臉的 我呢 你放中間的 你放中間的意思是說 你是個牆頭場 牆頭場 誰是會擺的 你知道嗎 觀眾好會看 好會看呢 就是觀眾心裡已經有 心中有一把尺 好會看 對不對 我當時看就是 我就學了 我就學到這一點 所以剛剛為什麼整天講說 來賓到鋪層就說 你誰唱主Key 你誰唱旁邊的 誰... 就是你在設定的時候 他是有角色的東西 對 保起來就是像一個海綿 在所有人當你在說什麼做 他就是像一個海綿 好 那今天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來換個角色 如果你是主持人 你是主持人 你是主持人 你今天有三個將來賓 你的女生來賓很少 你對女生有歧視嗎 沒有 因為奶精不肯到我們節目 你少來啊 那我們做的你可能不習慣 我們讚的好不好 讚的 來 今天訪問到我們 你會覺得你最想問我的嗎 不要講台語 你台語這麼溜 我問到我們 你會覺得你最想問我的嗎 不要講台語 你台語這麼溜 你這樣約我一起人嗎 他說 他說 他就說 你這樣講 我突然... 我最近有點卡住了 你知道嗎 我根本就這樣 我就問小燕姐 沒有 我覺得問小燕姐好難喔 對啊 所以你沒有問題想問我 你沒有想... 你對我一點都沒有好欺欺 沒有... 張美欺欺的學妹嗎 學妹... 學妹是不是 妳覺得他嫁對人了嗎 我... 2 3 2 1 我覺得他嫁對人 真的嗎 對 對 什麼樣的老公 全民在管啊 全民在管啊 他出錯作對 全都在你的眼裡 掌控之下 真的... 對 所以妳要跟他說 你很好 我保重嗎 我要說 應該 應該 你還好 他要保重 感覺真的很謝謝寶傑來 讓我們給很多 在電視機前面 你想要說話或者說話 想要給人聽的人 其實 兔子跟烏龜 到底誰跑得快 看這本書你就知道了 好 非常厲害 是一個... 謝謝... 謝謝... 謝謝 今天是我的朋友 劉寶傑 吟乃金 謝哲青 他們都算是說話達人 今天他們來到我節目 也許很多人覺得 妳跟劉寶傑是怎麼認識的 吟乃金呢 好 其實我有很多 藝文界的朋友 電影界的朋友 歌唱界的朋友 音樂界的朋友 戲劇類的朋友 其實還有一些 新聞界的朋友 也有些商業界的吧 交朋友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而劉寶傑也乃金 謝哲青 都是因為做電台 或是... 有的時候我們會聚會 在一起談談最近新聞怎麼樣 政治如何 社會如何 有的時候講講八卦 有時候有談談電視的生態如何 那種聚會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們很在意 我們的媒體要轉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也很在意 我們自己的工作 會變成什麼樣子 劉寶傑這支出書 其實讓大家看到了不一樣的劉寶傑 她在沒來上節目的時候 其實在我們的製作單位 還有很多女生都覺得劉寶傑好好奇喔 她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來了以後 大家對她的印象又有不同了 她真的很像一個書生 她有一點害羞 但她真的說話很厲害 但是在她的書中 你從來沒有想到一個人 她其實在年輕的時候 是很勉腆的 是不敢說話的 甚至在她身體上 是有些生病的 而且從來也沒有想到 她會變成新聞台的當家主持人 所以人生的 是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有很多人說 秘密是自己創造的嗎 但是機會來了 你是要掌握住的 我想很多人跟劉寶傑同事過 或者相處過 從來也沒有想到 她會變成主持人 而我在跟她相處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 她是一個很標準的處女座 她對什麼事情要求精準 她不太多話 但是默默在聽你們在說什麼 你們怎麼說會好聽 怎麼說故事會吸引人 而她在節目當中 帶給觀眾的就是 我告訴你們 什麼最稀奇 是外星人呢 還是山林裡的人呢 還是政治上的怪獸呢 還是演藝界的事情 還有今天 我覺得我很高興 因為我覺得 人是無限潛能 如果你真的想去做 你就努力去做吧 我今天特別選了這首歌 蘇打綠的 你在煩惱什麼 也是把這句話送給我的好朋友 淋乃金丟把自己 其實人生有很多的煩惱 但是也真的不要太在意煩惱 我們活在當下 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一個人每天做一件小小的 好好的事情 我們就對得起自己了 各位加油了 媒體界的朋友們 這個社會靠你們 加油 小燕姐明天見